本欄目由上药集团好护士牌强慎片赞助播出 六百年前补肺汤补肺益气止咳平喘治疗喘咳气短干咳痰黏黏黏你需要注意补肺中药补肺完专制咳谈喘 想与十万单身会员在线互动吗 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就能免费注册体验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VIP会员 所有会员实名认证会员资料百分百真实可靠 五重会员服务保障全程为爱护航 十万本地优质单身会员高达80%的匹配度总有一个适合你 想相亲想脱单就来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注册体验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拨打8805 8805 还可获专业红粮的一对一相亲服务 想脱单就立即扫码加入我们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凡人有喜相亲开始了 周一到周六 每晚八点 真诚相亲 绝不作秀 欢迎拨打热情电话8805 8805 凡人有喜我们的礼物 她是踏实上进的小老板 每次于畅长那种 都畅不达 越收入啊 有个万多块钱 她有着不愿回首的往事 有伤口在身上 我不想提醒吧 带着满满的诚意 两人相约毕山 比较顾家 她听随后大方 还很热情 虽然对于男嘉宾充满好感 可女嘉宾却为何不断退缩 害怕去面对新的一段感情 又是怎样的问题 让男嘉宾的心意起了变化 不是黑满意 机友团的介入 会给两人的关系 带来转机满 也希望你相信它 可以给你一些生活上面的 安全感 甚至是个人感情上面的 工厂之行 会打消女嘉宾 对于男嘉宾的过滤满 你总共投资多少钱 60万两 60万啊 多少时间能够收回成本 8年 放心啊 可以啊 挺好的 凡人游戏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咱们这一期的凡人游戏 我是今天的相亲特派员张征 本栏目呢 由好护士牌强身片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路容等 道地药材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身片 那同时呢 我们要感谢凡人游戏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那我们也欢迎大家 勾打8805 8805的电话 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的 今天呢 我们的设置组呢 是专程来到了美丽的碧山 那今天的这位男嘉宾呢 就是碧山人 这个小伙子呢 今年30岁啊 那之前呢 有过一段婚时 在一年多以前 结束了这一段婚姻 离婚了啊 那么这段婚姻呢 对于他的人生改变很大 那小伙子呢 在休息了一年多的时间以后啊 现在呢 已经重新整理好了自己的心情 也希望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 新的爱情和婚姻 所以今天来到了我们凡人游戏啊 来 我们看看短片认识一下他吧 大家好 我叫曾隋彬 来自碧山 今年30岁 身高1米73 在厂里面上班的 现在都说 一直在厂里面吧 现在是厂里面的 对水厂长那种 都厂不大 月收入啊 有个万多块钱 婚姻状况 现在我是利益的情况 好 有个女儿呢 女儿7岁 现在跟着我的 本期这位男嘉宾 曾隋彬30岁 身高1米73 职业 工厂管理 收入1万以上 离异 小孩跟自己 我的性格 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嘛 经常要接洽一些 业务方面的事情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开朗 大方 平时工作之余爱好啊 喜欢去 锻炼会儿啊 我曾经有一段 婚姻经历 我们结婚了一起有8年 之前也没有 耍个女朋友 最终导致离婚的原因 还是有一部分 经济的原因在里面 在我们这代 最大的压力应该还是房子 因为在我们有事 里买房子的时候 我没有选择去买房子 结果选择去创业 因为在当初创业的时候 亏的有点钱 然后亏了钱之后嘛 就是好 或者我所有重心 都放在工作上面来了 好 对于前期的一些照顾啊 关怀啊 因为那时候压力 整体来说还是算比较大 因为负债嘛 还有个两个都相对比较年轻 因为在那个 很深厚的低子的 从一系列开始出现的问题嘛 好 坚持了差不多三年的样子 在三年的过程当中啊 彼此都慢慢地都 感觉都 很慢慢地都疏远了 好 到啊 昨年 好 我前期都 我提出了离婚 和平离婚之后 经过协商 孩子都跟着我的 然后我也没有要抚养费 好 然后以前 我们有一套小附近的房子 好 我就给到了前期 好 那边 好 我上班的厂里面 好 我有一点股份 然后就给到我 就是那个 我对于另一半呢 没得好多太多的要求的 都是 对于身高一米六左右嘛 年龄和我差不多的 都行啦 那么我对于另一半的性格 因为我自身也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 比较活泼的人 对于另一半的性格 我感觉还是跟我差不多的那种嘛 有时候因为都是很忙啊 可能对于家庭的一个照顾啊 或者陪伴啊 还有那个活泼的也可能没得那么到位 就是希望女嘉宾也能够理解 要能够接受我的女儿 我也是也是利益啊 也接受对方也是利益的 但是理想的状态是对方利益 假设有小孩的话 最好是跟到前夫的 当然是跟到自己的 也可以相处一段时间再看 因为两个人的相处嘛 如果说处得比较活泼啊 或者性格各方面都比较好的话 也有感觉的话 我相信这个影响应该也不是很大 男嘉宾的时候要求 一 身高一米六左右 年龄三十左右 二 性格活泼开朗一点 能够理解自己的工作 三 接受自己的小孩 对方离异 有小孩都可以接受 各位观众友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这个外形 我觉得还可以呢 这个头发卷卷的 也很有肌肉感 感觉很有活力的一个人 而且他现在呢 也是处于创业的这个阶段 月收入呢是比较丰厚的 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 他想找一个160以上 能够理解他 能够接受他女儿的 这样的未来的另一半 我相信这个要求真的是不算高的 那么今天男嘉宾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呢 今天的女嘉宾为了这次相亲 也是一大早从江津出发 特意赶到碧山和男嘉宾见面 而为了尽地主之宜 男嘉宾也是专程驱车 到车站迎接女嘉宾 那他即将见到的女嘉宾 是怎样的呢 他们刚刚发的两个图片 都在那个门口呢 我开始在拉点 我开始在拉点吧 你看嘛 就是一个女嘉宾 跟他妈妈在一起的 是不是哪个那个 这个哪里是不是哪个 穿背负那个旁边 你过去问一会儿 再会儿 行动起来 我给你问 我不是跑 你不要紧张嘛 过去问 大家好 我叫崔雪燕 今年三十岁 目前状况是利益状态 然后又有一个女儿子 跟男方的 目前没得工作嘛 然后有那个打算 是找销售方面的吧 身高一米不把 应该没得 差点 本次招有女嘉宾 崔雪燕三十岁 身高一米五七 职业 暂时待业 离异 小孩跟对方 目前是离婚状态 之前的婚姻 持续了五六年吧 南方有许久的情况 比如说你许久的程度 是哪种程度 是追到不回家的程度 她的工作是 上三天 休两天 基本上两天 都是在外面喝酒 三分时有一觉 就会出钱 饭煮好了一觉 也会出钱 是啥原因 我也不晓得 我也没有过位 三人都是问啥子 他脾气也不好 也是爱打不理 然后有时候 我也那么他也那么 都是缺少沟通吧 可能 相当于是大家 都不愿意和对方 交流那种感觉 起初原因 后来没得改变 我又和毕竟交流了 相当于是之前 你还是很容易和他沟通 对 但是总是认为错在我的身上 我不懂得包容 我不懂得理解他喝酒 你觉得你母婴当中 你的性格算不算强势 你管不管得到他 我管不到他 我性格不是强势 许久 然后还有点暴力 然后真认识不了了 所以选择分开 回忆起上一段婚姻的点点滴滴 女嘉宾的情绪仍旧有些激动 那她是否走出了上一段婚姻的阴影呢 走出来 女嘉宾自称已经走出了上一段婚姻的阴影 那如今的她渴望怎样的另一半呢 对方的年龄可能也都三十到三十五路之间吧 身高一米七以上 然后薪资一个月八千以上吧 性格我好大方 人要很轻快 我要求有独立住房 都是我不愿意跟老人住一起 但是他可以过来看或者探望或者说 我都介绍 如果对方有小孩 我要先看经济状况 然后看两人的感情状况 我能否接受我会考虑一会儿这个问题 不能寻求成因 然后不能有暴力气象 也是绝对不可以的 也是我接受不了的 女嘉宾的自我要求 一年龄三十到三十六之间 身高一米七以上 收入八千以上 二希望对方有独立住房 三如果对方有小孩 需要先考虑对方的经济状况 四不能酗酒 不能有暴力倾向 好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是未开眼两行类 说起过去真的是一滩的狗血 非常惨的一段经历 就前夫又酗酒 而且还暴力 那么熬到今天 终于是得到了一个自由的天空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他对于另一半有着 非常明确的要求 独立住房 月收入要八千以上 我觉得这个月收入没问题 但是男嘉宾有个具体的情况 就是他目前在这个创业的阶段 房子还没有买 但是看他这个创业的势头 和目前的收入来说的话 我认为有房只是一个迟早的事情 那么两位见面之后 能否对彼此产生好感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三个人你说刚刚是说 你妈妈的事情要走啊 是因为他三点半的车嘛 三点半的车啊 然后直接回家你那边 你们已经买了回车的车票了呀 还没有 先问了一会儿而已 但是那边过去 确实只有两个小时 那是你妈妈吗 嗯 你们是必须要回家处理事情吗 也不是 这是比较远 没有在外面过夜的习惯 每个男嘉宾都说 你当然是没票的了 三个 没票的 还是我送你们的时候吧 安心没呢 安心了 安心了 但是你要给我妈一个安心 当然要去跟娘娘一个安心 你自己亲自去跟娘娘一个安心 好不好 好 来来来 我先介绍一下 这是女嘉宾 这是男嘉宾 好 来 我个手勺 表示人事什么 好 人事了 然后这个接下来你安排 你先证确一下 女嘉宾和他妈妈的意见 你再去迎接一下妈妈 然后随便请让娘娘按个鞋 晓得两个主播 晓得两个安心 晓得晓得晓得 不要担心没在车票的娘娘 是不是 绝对会今天保证让你们回到家的 是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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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啰 请你出来找这个妈妈 这个 反正游戏的介绍 干啰还要 啥饭没了啊 娘娘 吃了 干啰吃了 吃了呀 嗯 还是看起 玩的东西不吗 还是晚上暗点没有车的 我送你们回去嘛 没事的 也不远 不远这个 没了事 他们吃的里面玩 你送的东西 我到底要找的 送的东西 送的东西 对 对对对 男嘉宾的承诺也让母女二人松了一口气 那接下来 两人的相亲 能否在愉快的氛围中展开呢 鼻山出发明了 在全宫 就是一居城市 而且卢华比较好 很多养老的都跳在鼻山来 可以说送进竹城区啊 那些 很多想 推啊修的 都在鼻山来买房子的呀 鼻山的房子贵吧 还好 大概七千八千都有 也有便宜的路线多的都有 还看那些能够第一端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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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江津应该差不多呦 鼻山的那个方向 鼻山 收拖进去的 对 东西高铁的 通了轻轨的 鼻山基本上交通四通发达 而且鼻山到地有适合 走哪个方向都近 走泳川 走江津 还是走童梁 走哪个方向都是值得 四十公里左右的样子 那么接下来还能安排啊 吃点东西不还我们去 今天吃点东西不 我来江津来吃鬼 我二个放鬼就吃了这个 嗯 他问你吃中午饭 是吗 看你吃没有你干啥就吃 喝的东西不吧 喝啥又喝啥 撇头的很我们这个人 这两个我们这个人 是撇头的很 今天是第一会儿见面是吧 哎呀 他挺随后大方 还很热情 在家很承认 身高也还可以 外形都可以 但是性格脾气是要结束之后 我才了解的 我对于女嘉宾的第一印象 还是算八分嘛 哦 因为还最主要的一点 是性格上面 接下来还要了解一下 好 像他妈妈呀 我也看了一下 刚才也跟他聊啊 几句 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人 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男嘉宾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为女嘉宾一见到我们编导 就说 哎呀我刚快回去了啊 还要我走不到回去 你才了 让人大家觉得这个情况 措手不及 那么男嘉宾这时候呢 是铁肩单道一说 不管今天相亲结果如何 我都负责把你们母女俩 安全地送回家 也不知道男嘉宾有没有后悔力的 这个flag 男嘉宾在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是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 愣是把女嘉宾母女送回了家 然后自己又开三个多小时回到了 碧山帮呆了 这是一个剧情透露 好 现在呢 是在这个碧山的秀湖公园 那小崔呢 是专程间上午从江津 然后和母亲一起坐车过来的 刚刚我们在车站已经把小崔接到 但是那个地方有点吵闹 然后也说什么也听不到 听不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专门把小崔 带到这个安静的公园 这个环境也很好 那来了以后 我们还是先想了解一下你的一些情况 今天过来坐了好久的车 坐了三个多小时 看得出来小崔是很有诚意的 对不对 你对于今天和男嘉宾见面很有诚意 你对于寻找自己的爱情和感情 也是很有诚意的 否则你也不会这么远 花这么长的时间过来相亲了 对不对 你今天但是来了以后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期待 你自己 既然这么辛苦了 也有发现 有期待 你先说说期待 期待有那么一份感情 然后发现自己心态还没调整好 这种期待有多长时间了 只是说最近 之前没有 那个最近开始都突然期待爱情 我姐 其实你既然来了 你专程为了你们女儿的幸福 你也陪她 是不是 又辛苦 坐三个小时的车 你也希望她早点能够 找到一个好的人家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她终于鼓起勇气来了 你跟她要对你们女儿说点啥子 你要不要跟她鼓励和话 说她自己给人找到自己的幸福 都是好的 你跟她说 跟她说 她给人找给你幸福都是好的 你觉得你们女儿好不好 好啥 好啥 自己的女儿都不好 都是嘛 个人的玩肯定是最好的 但是哪些地方好啊 她自己能够独立 独立 是呀 不管是钱做事这些都独立 嗯嗯 经济上独立 然后在生活上也独立 是不是 还是很好很孝顺很善良 这点事实际 是 做事这些都肯帮忙 如果一个狼娃能找到你们女儿 她能够得到啥子 对于狼娃来讲 得到温柔 是不是 得到 好 好 河姐我看你今儿也是做好了 打吃就在你准备了啊 你看嘛 今儿装面备那个包包 包包装的啥子 山西 还有啊 面包 水 光杆 猪杆 今天你到公园来是做 打吃就在你准备了啊 好的 那么来了过后 我们今天都好好地来认识这个狼娃 啊 我们都 从零开始 真去早日 走情幸福 好不好 那我先带你过去见那个狼娃嘛 要不要的小春 在特派员和妈妈的鼓励之下 女嘉宾再度收拾好心情去迎接和男嘉宾的聊天 那么两人的相亲能否顺利展开呢 现在你们娃人是在哪里住吗 是在南方 嗯 在哪里呢 外申啊 嗯 我每年 接一次 一次一个月吧 承担抚养费不完点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啊 嗯 我那边是 我没有找女方要抚养费 但娃人都是跟着我的 所有开销都用来说 对待娃人 有耐心没得 好啊 嗯 我们娃人我跟她说啊 我说 我说我给你找个 我说我给你找个娘娘 最开始她不同意 和她说 我说我 我说你做这种考虑 我说爸爸肯定还是要另外找一个 我说她想啊 嗯 虽然第一个不准吵架了 你们 第二个 要跟她看着的 第三个 要拍她耍 要拍她打游戏 对她几个要求 呵呵呵 呵呵呵 很合合 还懂事我们娃人 很好相处 嗯 但是很敏感 嗯 就是说 对于我再婚的话 就是说另一半 她跟我说的 不能打哈 因为 听到些孩子说啊 后面要打人啊 又是难看难过啊 蛤 呵呵 我对自己玩 确实没耐心的 因为我的玩 我根本都没带过 然后细心方面嘛 可能生活方面 可以照顾得很好 虽然没有带过自己玩吧 然后也没打过一次 然后生活方面 只要她需要 我觉得我都会尽量满足地来做 对于今天旅家宾的 对孩子的这段回答呀 嗯 不是很满意 不满意的地方 只是在于 嗯 我不晓得她到底对华尔的 嗯 带华尔的一些 嗯 理解啊 或者说 思路那些优美的 因为她 没有能带华尔 如果有那么一个人 她很有小条件 很有小会尝试地接触 然后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会接受她的小孩 如果说能够 相处在一起 再能够深入地了解一下的话 应该能够了解得到 虽然对于小孩的问题 两人的态度还未达成一致 但是他们都愿意尝试着 去进一步了解彼此的想法 这对于两人的相亲 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可接下来出现了 怎样的问题 让女嘉宾打起了退堂鼓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等道地药材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身骗 想与十万单身会员 在线互动吗 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 五重会员服务保障 全程为爱护航 想相亲想脱单 就来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 专业婚恋平台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 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月收入 现在月收入 那两个月 基本上月收入是停起的 那你随心一下一个 因为是任何人 我上班了点 我自己也有股份 都是任何人 都相当于 而且说 其他股东还是不管事的 全部是由我个人来管 好 基本上都是 好 疫情的影响 因为我们住的是服务行业 好 像宾馆 喜脚城 美容院那些娱乐性常常 之前都是停了的 停了之后 又陆陆续续复工 我们一旦复工了以后 它始终过定的成本在这里 它说前几个月一直 亏损得比较大 好 至于积蓄那块的话 不显是没得积蓄的 不显是没得积蓄的 那你正常情况下 把今年再度过两个月的话 基本上每个月能够保持在 保守估计是 两万万少 你为啥是收入 按你所谓的 把我里面的积蓄是 开销还大 昨天12月搬的厂 搬厂的话 像对于我们这些东西来说 如果说的搬厂原地不动的话 倒不住不住 所以说我们把规模亏了 都搬到正规的标准厂房里面去 好 搬厂也着急算 而且我们这个旺季 正好是节假日过年那回 都完美地把旺季也躲过了 只要像以前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了 如果说能够在一起的话 我想更多的是靠两个人 双手拼搏来的更有意义 真的 我相信我也有这个能力 都是跟马拉荷儿去住 对 跟马拉荷儿去住 自己没有当人说地方在 买房子 还是肯定是需要买房子的 肯定是要买的 不可能一直跟马拉荷儿住的一些 好久打算买房子买得了点燃 计划是明年都买在B3 都买在B3 对 全款 安捷 肯定是安捷嘛 肯定是安捷 但是我车子买贷款 车子贷款也还完了 不 也是贷款 还完了已经 对于明年来说买这房 我有点介意这方面 因为我本人很缺乏安全感 我需要全款买房 这点是我必须要缺 其他方面我或许 都没得那样介意的 可能是我之前受过经济压力 是来自住港的压力 那住房是我在住 然后自己厨房煮 所有费也是我在给 所有负担都是我在弄 你请点赶紧 我就搭盘 我请酒店 通过了刚才的聊天环节 我对女嘉宾的印象 还是综合评价的话 还是七分 降了一分主要是降在 我们之前的沟通 沟通上面 因为今天他有可能是 也比较紧张嘛 话不是很多 但是他也跟我说过 说了他也是一个 他平时是一个很安静的 我也问了哈 我说你很安静 应该是思想没打得开 应该是之前的生活很压抑 话很少还是正常的 平常就这样子 没得多样多余的 哎 我性格也比较冷淡嘛 你一直到自己性格 比较能感到 你有没有想过要尝试 这样子变得跟活泼一样 有尝试过 但是只有 扣了那么一段时间 会 但是过了之后 我还是会复原养 我不晓得 通过了聊天之后 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好感 其实是在下降的 还不光是说 女嘉宾抢掉房子啊 钱啊这些问题 他只是觉得女嘉宾的反应 非常的不热情 没有表达欲 其实我认为 那是女嘉宾的眼中 没有爱的火苗在跳动 我们知道 一个人想摆脱单身的话 你身上一定会散发出 一种气息 就是我真的很想恋爱 我想跟人交往 我对外界的异性 符合我要求的 我都很有兴趣 但是女嘉宾身上 是没有这种气息的 你会感觉得到 她跟男嘉宾的交流过程当中 眼神是没有火花跳动的 而且她对男嘉宾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那个房子 你那个钱 对于男嘉宾个人的兴趣爱好 你的孩子好不好相处 这些问题她是默然的 那么对于一个人的物质需求 大于对她的精神上的需求的时候 那么我觉得这段关系 其实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相亲 会否以失败告终呢 让我们看看接下来 还有没有什么反转 虽然聊天过程中 男嘉宾的热情主动 并没有让女嘉宾敞开心扉 她也担心女嘉宾的性格 会影响两人日后的相处 但生性乐观的男嘉宾 仍旧在女嘉宾身上 发现了不少优点 对她比较满意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她还是 次元第一个比较顾家 比较稳 比较容易稳定 因为她说她在厂里面 留学线上面工作 一干都是几年 没变过 这块实际上 如果说对一个男的来说的话 叫我们上行性 对一个女的来说的话 就是相对比较容易安定稳定 比较容易满足的一种 她孩子也是在外申的 她一年也只看一次 对于我们孩子 孩子的话 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 探出更多的空间来陪伴 我们玩 我觉得那一点也是比较那个的 男嘉宾表明 可以和女嘉宾继续了解 而此时女嘉宾 却产生了退缩的念头 她究竟有何顾虑 其实今天男嘉宾很优秀 然后我发现她是自己心理问题 我需要一段时间 调节一会儿自己 再来决定要不要跟她继续接触 尽管对于今天的男嘉宾 女嘉宾是十分欣赏 但是缺乏安全感的她 在关键时刻却选择退缩 面对这样的情况 男嘉宾也不知如何是好 而一直陪着男嘉宾相亲的亲友团 决定出面为她助力 亲友团的出现 会扭转两人的相亲局势们 作为我是我们男嘉宾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刚才男嘉宾跟女嘉宾 沟通方面比较少 然后我们男嘉宾这边 也不善于言辞 也不善于表达 所以说我想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希望还是多了解一下女嘉宾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代替男嘉宾去问一下 了解一下女嘉宾 那些情感方面的事情 是不是有心头有难 没打得开 甚至有更多的问题那些 就是在男嘉宾 因为男嘉宾也是我兄弟 因为我也是跟他一些八年的朋友 他肯定语言上面也不是很会表达 但是我看得出来 就是说我们朋友心里面对你挺有好感 但是而且他刚刚也跟我个人说一些事情 他说很多东西他怕跟你表示出来 但是他又不善言语 他其实小的也懂 你是很缺乏安全感的一个女人 但是对于这方面 他刚刚也跟我讲了 说不管是在物质方面 虽然是长一些暂时的只是疫情期间 就是说两个月没营业那些 至少说它只是一段的时间 但是对于这块的话 那个毕竟两个人以后要在一起 也希望你相信他 可以给你一些生活上面的 安全感甚至是个人感情上面的 也可以的 他只是说不得那个善于表达 他藏在这等地吧 嗯 就是在这边的 好远吗在这边有 可能走路的话可能要半个多小时吧 四十分钟 开车的话十分钟吧 打开 你自己看看可以吧 可以 那个问题我可以转带给我们朋友 可以 可以这个 你不晓得整个家 虚实的 这个 这个事情 要了解一些不明白 对 这个事呢 我会转带给我们朋友 到时候过去看看 唱啊那些 看是不行的 我这个人始终是相信 眼见为师嘛 眼见为师 对对对 这个事 得知女嘉宾妈妈提出的要求之后 男嘉宾也是立马带着女嘉宾和妈妈前往自己的工厂 她的实际举动能否带给女嘉宾一点安全感呢 打平坡打的呀 维墨会打到天 你产量要提高 他都不值2万多 你手提高一公元 这个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 曾祖现在的工厂 倒了联合空间 是喊你怎么做 还是蛮大的啊 也不算大吗 小厂 你先给我介绍一下嘛 这面积有多少 400多个平坡 400多个平坡 那这个地方是你自己租的还是自己买的 租的 一个月房租要多少钱 一个月9000多 不便宜啊 9000多 这设备呢 设备是买的 设备买的 这个地方是在这儿 这个厂有多长时间 我以前是在那边 然后合作相应政策嘛 环保要求办嘛 昨年12月份搬过来的 去年12月份 你给女嘉宾也介绍一下 说来的 去年12月份才搬过来的 对 所以也是新的一次投资 当时投了多少钱 光是搬厂就是30多万 30多万 贺姐你刚才不是在那边还有问题要问的嘛 我问这个厂就是哪些人投资的 他自己的有好多人 几个老板 几个老板 都我和另外一个 就是你有一个合伙人对吧 这个合伙人不关谁 他咋子都不关 他是 他只关投资 然后 他那个叫天师投资人 你听说过没有的 对 那个你听说过的 哎呀 爸爸救的 天天都会注重这个 你以为我过 都是那种啊 瞧瞧老板 他都只投点钱 分点干股 但是啊 具体有事情啊 那些超资啊 可能就叫他 你自己投资了吗 投资了 你也投了的啊 你们两个是哪个赞顾的啊 一个一把 一人一把 啊 什么啊 什么 真的应该不应该这样赞顾啊 他在里面每个月 他比如说他是做老板 做中金的 他还要单独开工资 他要是做工资 他要是做工资 我这怎么感觉 小翠已经有一点 替自己未来的老公 有点打抱不平了 是吧 哪个人哪个欺负我们不透了 我们俩有处理 又出现一个一把 是吧 好 现在这个有多少工人在里面 一哈十一个 十一个工人啊 啊 来我们边走边说 你自己平时白天要在这吗 平时白天 没的事是来的啊 啊 外面要走房还要 我都出去 好 你 你 这个 你们的每天能够接待的这个 这个 叫什么 床单量是吧 啊 你最大最大的时候 高峰的时候 能有多少 高峰的时候 有 八百多套吧 嗯 这一个月对最多能赚多少钱 最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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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现在 以前是左方形式嘛 现在改了 嗯 还是算理想嘛 最好的时候 还是算理想嘛 你一般那些老板都不得自己回答我哪种问题 你还个国都回答我嘛 你投了好多钱 啊 你总共投投资多少钱 投了 你算 几年陆陆陆陆陆的投进去 这个新厂一共投了多少钱 那个新厂 我总加了一次 背了洗一哈 搬你过来一哈 千年后后 六十万的样子 六十万哈 按照你们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啊 你觉得正常来讲 多长时间能够收回成本 多长时间啊 对 差不多 按照我今天的设想 跟现在 方向那个走下来的话 半年 哎呦 听到没得 霍姐 你听懂没得 我给你问那些问题 给你 想起发给你 挑来挑起来问 哈哈 你听懂了啥子 你要回答我 你听懂了啥子 哎呀 听懂了 好久投资了 半年好多收税 够不够成本 这是表面的 哎呀 说明了啥子嘛 说明了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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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 能挣一百二十万 投了六十万 半年都回来了 懂不懂 还不一定 还是不一定 那些事情是空调 不是说要自己 你 如果 不 如果说男嘉宾 有这个收入 你作为妈 你满不满意 满意都是他们的 看得出来 妈妈对于男嘉宾的工厂 还是比较满意 在参观工厂的时候 女嘉宾的脸上 也露出了难得一现的笑容 原本我们以为 这次工厂之行 会打消她对于男嘉宾 经济的顾虑 可她的回答 却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本欄目由好护士牌强身片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路容等道地药材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身片 小崔呢你觉得呢 就是如果 安全感不是口说的 要靠做的 但是你第一步你不介绍 你哪里有第二步的相处呢 实质性的很可以 对都很承认表面 不是表面啊 实质性的都可以 那如果是一个 那个连表面上的东西 你都看不到的 你又怎么去 有安全感呢 对不对 你又怎么去相信呢 没有第一步 哪来的第二步呢 是的 确实 确实 有钱吗 我不知道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怎么让别人给你安全感呢 小崔 就是你自己觉得 要希望一个人怎么做 才能够给你安全感 你说你要踏踏实实地做 你看我们请这张大哥 把镜头转过去 那说话间 你看小曾自己在那儿 赶紧就在收拾东西了 这些就是在做呀 可以啊 这个人挺不错 好 行 这算不算给你说你 这算不算我说口中的安全感 嗯 安全感是你想要的 我是很有安全感的 我自己给我 小崔 我是不是你给我安全感 我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 你刚刚说安全感 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对 我目前的 你又说你现在没有安全感 我目前的安全感 是自己给自己的 但是南方要给的安全感 是他必须要有的 那现在厂房看了 那我想接下来问一下 开始你担心 就是男嘉宾今年因为买不了房 而你又特别希望 今年能够看到这个房子 这一点上面的安全感 你现在有没有一些打消 或者是你们能不能再考虑 考虑一下是可以的 嗯 有了没点打消 毕竟他人很勤快嘛 然后规划也很好 看来此次工厂之行 还是起到了作用 女嘉宾对于男嘉宾的买房 顾虑也多少打消了一些 那两人最终的选择 是怎样的呢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到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选择的这个环节了 是吧 有始有终嘛 那今天我们最终 还是要你们来做出选择 给对方一个说法和结果 那么选择之前我想先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想对对方在说什么 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对这个外面的当时的工历 就刷的时候 我们都了解很多 就是表达的都表达了 都表达了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嗯嗯 就彼此都了解了是吧 问题都已经清楚了 好行 那这样 那我们直接进入到选择环节 好不好 这个现在我们此刻呢 是在小曾的场里边 这是一个洗笛场 那在这怎么选呢 怎么再做这个选择呢 我就就地取材好不好 我刚想了一个点子 哎 我们让编导给我一个道具 来来 你搭个手帮我一下 一人一人拿一边 好 这个小曾的这个洗笛场里边 最多的就是这个床单 就地取材 那我专门找了一个红色的床单 红色呢 它象征着红火 也象征着爱情 那么这个床单 如果是要把它叠起来 在这个地方有机器 但在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家里 那需要的是 男主人和女主人 大家共同携手 你们俩一起 才能够把这个床单叠起来 那如果说 你们待会儿愿意选择对方 你们就各自上前一步 因为只有你上前一步 才能够把这一条床单 把它叠起来 但如果你们不愿意选择对方 那你们待会儿就可以 就此松手 放开这条床单 自己去寻找自己新的幸福 听明白了吗 3 2 1 来 请选择 老板娘 谢谢 好 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非常遗憾两位没有牵手成功 而这个遗憾呢 主要是针对女嘉宾来说的 我感觉女嘉宾根本就没有 从上一段婚姻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全身都刻着过去那段情感 交给她的那些血和泪 来到节目当中 你看她已经看到了 男嘉宾的这个工厂 这个生存的一个现状 但是她的反应是什么呢 安全干部是很简单的 那你要怎样啊 小姐 难道要男嘉宾把存款全部拿出来 摆在你面前 你可以随意取用 街上哪套房子你喜欢我给你买 这才叫安全感能建立嘛 安全感首先是你自己内心的完整 如果你是一个内心有残缺的人 那么你的安全感用别人来为你填补的时候 这期间非常辛苦的事 不光是你自己 对方也会特别的受折磨 这就是我要说的 女嘉宾其实现在是非常不适合恋爱 不适合结婚的 因为她真的会折磨人 她会作 她会用尽一切办法去考验对方 你要承诺你爱我 用一种非常现实赤裸的方式 你告诉我你爱我 有可能你把钱放在她面前了 她还是觉得 安全感不是很简单的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只能问你自己 最后我要说女嘉宾 你身上的伤痕真的没有长好 现在来看的话绝对是接了个血月钩吧 李藏汉外还有48000里鲁 等你什么时候能够提到过去 眼睛水不会一直流的时候 我认为到那个时候 你再来上我们凡人游戏 才会更加的心平气和 去掉怨气 摆脱阴影 轻装上路 好了 在节目最后 我们再次感谢好护士牌强盛片 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精选人参路荣等道地药材精致而成 好护士牌强盛片 同时我们要感谢我们凡人游戏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也欢迎大家 拨打8805 8805的电话 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爱情靠争取 我爱不放弃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各位 拜拜 她是努力奋进的吊车司机 走舞要求很简单 走又小心 遇上美丽大方的女嘉宾 她一见钟情 大献殷勤 可面对女嘉宾的句句追问 她能否招架得住 女嘉宾未露面的闺蜜 又为何对她们百般反对 就是感觉上她俩不太合适 男嘉宾的猛烈攻势 能否打动女嘉宾的心 挽回局势 就是这个刚才跟女嘉宾 买的女嘉宾 女嘉宾又是否会无视闺蜜意见 与男嘉宾牵手成功 对你有帮助吗 有一点有一点是吧 凡人有喜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